所以叫找可愛美女 你心中會有誰 鷹生吧 你還在愛她 沒有愛她 我是她 她是我真的認識女生以來 她真的是最可愛的女生 她真的非常可愛 現在要約出去喝酒 然後 maybe 還可以怎麼樣的話 然後鷹生還是要愛柔 應該還是會鷹生 你還是要鷹生 所以叫找可愛美女 你心中會有誰 溫妮醬也很可愛 喜歡溫妮這型 溫妮很甜美 我沒想到你會喜歡溫妮 溫妮 那劉秀宏呢 鷹生吧 我自己這樣講 你還在愛她 沒有愛她 我是 她是我真的認識女生以來 她真的是最可愛的女生 她真的非常可愛 你幹嘛又要做人設啊 我是講真的啦 我是她的個性外型 她現在是要做人設 就是說即使分手了 她還是覺得她的前女優是可愛的 對 她沒有任何的批評 她想要把 就是她帶那個酒醉女子回家的身體 不是 讓觀眾有溫妮 對 沒有啦 是因為她小小吃的 然後她眼睛又大 然後她的個性真的很可愛 那你幹嘛還劈腿 我哪裡劈腿 你不要亂講 明明陰生就說她玩得比較兇一點 不是嗎 哪有 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沒有 對啊 就是兩個人在一起久了 就會昇華 對 像 像家人那樣子 OK 好 好的 到底是誰呢 讓我們來歡迎二號嬌小可愛型美女 歡迎她 艾龍 艾龍啦 這個驚喜 是我 你好 你好 這個水準很高吧 這驚喜沒有太大 沒有反對 怎麼都沒反應 我看到你驚喜才沒有很大勒 先不要吵架 可是再怎麼樣 她也是個大美女啊 對...因為太...那是滿久的 所以對她就是完全沒感覺 也不能說完全沒感覺啦 就是有一點點感覺嗎 就是... 當然啦 美女嘛 對啊 就是太... 聽起來超沒感覺 超沒感覺 超沒感覺 太熟 太認識了 所以你不會想要去追她就對了 可能不會 因為太... 會就會 不會就不會 為什麼可能不會 那應該不會 就是不會嗎 對 她個性很好 而且話不多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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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那時候我去錄我那個 美食節目的外景 對 話很少 很少 你是主持人 對 然後她是來賓 所以我很累 真的在抱怨呢 因為我當來賓還畫很熟 我很想揍她耶 但是她只要出現畫面漂亮就夠了啦 所以樹紅喜歡 是你喜歡的類型吧 滿可愛的 有超越英聲嗎 我覺得英聲是個性非常可愛 第一名 那外貌呢 外貌... 第一名耶 對啊 外貌是她 外貌 對啊 你說... 我不太看外貌了 真的喔 對啊 如果現在要約出去喝酒 然後maybe還可以怎麼樣的話 你要陰生還是要愛柔 應該還是會陰生啦 陰生你都已經應該做過很多事 你根本還要陰生 嚇我一下 嚇我了 嚇我了 嚇我一下 做過很多事 試試試 試試 你還是要陰生 沒有就比較熟悉的感覺 為什麼會分手 滿就是 不是劈腿或什麼之類的吧 小蛙 就不是撕破的 所以你原諒她了 所以讓她劈腿是不是 沒有...沒有劈腿 沒有劈腿 沒有劈腿 就跟別人友好一點而已 你跟劉淑洪在一起過 真的假的 大概在一起多久啊 大概三四年吧 很久耶 我就是一個很久的人 來...先喝一杯 沒有了... 所以是她追妳嗎 好像... 算是喔 招式有厲害嗎 招式就是會找妳出去 喝東西這樣子 應該是豆漿吧 她很愛找別人去喝豆漿 小龍爸 招式之後才去喝豆漿 但是剛開始吃飯 真的不是要去喝豆漿嗎 你看 豆漿是現炸的嗎 前面 她前面的陣仗很白癡 她前面就是說 不好意思 請問妳們有那種 電腦的位置嗎 沒有 沒有 又在講英文 去哪裡... 妳就以為她的英文很好 對 結果她就說妳們有那個 好帥嗎 好帥 後來分鎖是分了 是OK的嗎 OK啊 為什麼會分鎖 就是 妳受不了她的噁心了嗎 不是... 就是 分鎖就是 你知道 怎麼有 可是我覺得她們狀態是OK 就是還是可以當朋友 是可以當朋友 對 不是劈腿或什麼之類的嗎 想挖 就不是撕破臉 不是撕破臉 所以妳原諒她了 所以讓她劈腿是不是 沒有...沒有劈腿 沒有劈腿 就跟別人 有好一點而已 我講的是有好 有好... 然後... 沒有... 我再猶豫比較強 就是她 就不能跟女生 別的女生走太近 對...她跟別人有好一點這樣子 然後妳就生氣 然後妳就主動提分手 算是 中間有一段時間 就是曲折離奇 有一段時間她就是想複合嘛 然後就是... 她想複合的招式是什麼 是同招嗎 沒有 就是很照顧妳這樣子 對... 就是無微不至的那種工具人 可是妳還是... 妳還是沒辦法是不是 後來好像有點動搖 然後她要跟別人很友好 動搖之後 就好像... 好像跟別人很友好 而且我說算了 好像不太是 就是不是妳要的內型 妳要很專情的 我要不要專情 所以妳們剛才在後台有見面嗎 有啊... 就我們現在也算友好 所以妳... 她如果看到這集播出 然後聽到妳一直說她很噁心 我講的是友好 沒有 妳一直說她很噁心 她會不會生氣 噁心不會 但是... 她可能覺得友好這件事可能 不是 因為我覺得演藝圈 大家很容易為了要保持那個友好關係 尤其不是說拍戲啊 妳不可能說我跟同學員都不聯絡 不可能跟... 對... 跟演員沒有交集 需要一點交集 是我自己心眼兒太小 現在講完又後悔了 對... 對... 可是妳為什麼沒有喜歡她 她那時候有陰森 對 好帥喔 直接講耶 情人節快樂 親一下... 好 請就7號 這個男生說 施雅的話她是可以的 對 真的嗎 她不是為了上通告而上 她是說其實我也想要認識 真的嗎 就是她也想要談戀愛了 然後知道是妳的話 她決定... 她覺得可以試一試 好好喔 好緊張喔 那我們就要來歡迎 施雅的理想 你們... 你們認識嗎 你們認識嗎 認識... 認識然後 但是沒有到很熟 對 可是妳為什麼沒有喜歡她 她那時候有陰森 對 直接講耶 直接講耶 對 她那時候有女朋友 女朋友 可是那時候妳有覺得說 她其實是妳理想的 那個型嗎 滿帥的 謝謝... 我想要過情人節 我還沒有過過情人節 所以過情人節 希望那天妳們倆要做什麼事 就可能去吃 一個燭光晚餐 有鮮花禮物這樣 然後需要跟妳講一些浪漫的話嗎 可能要吧 其實這個要求很簡單對不對 真的 她很心酸 她沒有哭過情人節 對 這還好吧 所以說妳可以給她一個情人節的感覺嗎 雖然沒有燭光晚餐跟花 至少妳可以講一些 就是在今天這個情人節 然後什麼...一些甜言蜜語 可以 然後牽起她的手什麼之類的 動作 嗨 哇 跑上去 妳今天穿得很漂亮 謝謝 對 妳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不知道 今天是屬於我們的日子 今天是情人節 再送給妳的 哇 謝謝 我希望在情人節的這一天 可以跟妳講一些我想對妳說的話 就是 我其實很謝謝小姐不惜敵 這個節目讓我跟妳認識 然後也希望 在往後的日子 我可以陪伴妳 然後 我希望每一年都可以陪妳出國 每個禮拜都可以去吃妳想要吃的東西 然後每天 妳都可以看到我 每天都要看到妳 對 沒事 好 要摸她的手 OK 好 來 幫妳拿 情人節快樂 親一下 親一下的手 親一下的手 好 親一下 親一下 什麼都留 什麼都不奇怪 對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惜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 好卡 小鈴鐺 好囉 感谢观看